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全球关注的焦点 毫无疑问是在卡塔尔世界杯决赛 法国与阿根廷为全球的球迷 呈现了一场无与伦比的精彩比赛 两队用尽了规则所允许的最长时间 向全球球迷做了表演 那么最后 阿根廷人通过点球大战 赢得了本届世界杯 从今天这个比赛来看 LT认为阿根廷是非常值得拥有本届世界杯的 今天比赛过程当中 阿根廷人也是一直领先 他们领先的似乎有点不太珍惜这种领先 好在最后 他们仍然独得了这个世界杯 LT印象很深的是 本届世界杯决赛的主裁判 那个光头裁判 LT认为他今天表现是非常完美 尽管他连续给法国 判了两个点球 但是从整场比赛来看 这个主裁判非常严谨 而且也没有像有些裁判通过过于苛刻的裁决 影响比赛的进程 就主裁判他这个尺寸把握的非常好 既精准的进行了裁决 又没有影响比赛的这种连贯性 LT从本届世界杯以来 一直是支持阿根廷 但是并没有那么看好阿根廷能够夺得这个世界杯 那么为什么会一直看好阿根廷呢 主要还是每个人 他的倾向还是很复杂的 LT在世界杯里边倾向阿根廷 支持阿根廷呢 这个还是与个人的一些特殊经历有关 因为LT在阿根廷有很好的朋友 你在其他国家没有这么好的朋友 这么密切的朋友 那么相比较而言你当然会支持你关系非常紧密的朋友 如果有网友啊有机会去阿根廷旅游的话 LT非常推荐呢 去阿根廷的巴里洛切去看一看 那么很多人呢 认为巴里洛切呢 是南美的小瑞士 LT感觉呢 他那个景色不亚于瑞士 他甚至比瑞士更加秀美 阿根廷这个国家呢 他是很难让人理解的一个国家 你比如说我们网友们经常会问到 就阿根廷究竟是穷国还是富国 你如果去阿根廷呢 长期待一段时间呢 你会感觉就阿根廷人的生活水平是非常高的 差不多应该是南美的生活水准的可能最高的国家 那么阿根廷他主要是一个白人社会 但这个国家呢 给人感觉这个经济上呢 又困难重重 那么根据LT的考察呢 思考呢 这个主要还是因为阿根廷的这个政治腐败啊 他一直解决不了 就阿根廷的国家很穷 但是呢 阿根廷人呢 没那么穷 他们无论是左派当政 还是右派当政 就阿根廷的这个政权体系啊 国家的管理体系 他已经集中难返了 就LT观察啊 很长时间来观察 就阿根廷人似乎拿他这样一个政府系统啊 没有办法了 举一个最主要的例子呢 就是阿根廷的政客 阿根廷的富人 他们大多数呢都是把钱存在邻国的乌拉圭 所以阿根廷的货币非常脆弱 他们甚至要依靠中国的救济 但是有一点钱了 外面有一点救济了 很快被这些记得利益者一瓜分 马上把钱又转到乌拉圭 但是由于呢 这个民间他的还是比较富裕 所以这个国家呢 从国家的财政来讲 他早都破产了 早都摇摇于坠了 但是这个国家呢 他仍然很稳健的存在 人们的生活呢 仍然还是比较富足 所以他是个很奇特的一个国家 但是那个国家的人呢 非常好 非常好 那么今天在观看这个世界杯决赛的时候呢 这个电视机镜头呢 经常给马克龙特写 马克龙啊 穿着小白衬衣 经常做出些过分的表情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感觉就不太好 因为马克龙这是第二次飞到卡特尔去看球 上一次是半决赛 半决赛之后呢 又去抢镜头 人家打完比赛之后 人家跟一死 小伙子光膀子就在那抒发胜利的喜悦 马克龙呢 跑到跟一死去 也没人搭理 那么这次呢 又是飞到这个卡特尔 那么从马克龙这个镜头的出现呢 给二体感觉呢 就是不是很好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就不希望法国队赢 如果没有看到马克龙 对法国队赢啊 安庚廷赢啊 都无所谓 但是那个电视转播镜头 经常出现马克龙的话 第一反应就是希望法国队输 那么对于本届世界杯 非足球问题 而我听到想谈两个观点 就第一个观点呢 是卡特尔世界杯呢 他还是充满了腐败 包括在这次世界杯期间 欧盟的高官 由于接受卡特尔的贿赂 特别是与世界杯筹备相关的贿赂 而被逮捕 那么在中东这样一些专制国家 他们的腐败行为呢 有点像中共一样 他有时候就是一种 执政党的行为 或者国家行为 你查 你也只能在欧洲那个方面查 你如果要求卡特尔能够配合一起调查 那不可能的事 但是呢 这个也不能够去改变 卡特尔呢 在全世界呈现出来的一种腐败形象 第二个足球之外的这个评论呢 就本届世界杯场边广告 很多中国企业 那么这是个好事 这体现了中国企业的实力 但是在众多的这个中国企业的场边广告里面呢 这个倾倒的海信 它就成为一个话题的这个焦点之一 就世界杯开场之初 倾倒海信 在场边的广告 引起了很多非议 他们提出来是中国第一 世界第二 他表达的那种含义呢 就是我海信啊 没把世界当怎么回事 你只要能够在中国能够弄到第一了 那就属相披靡了 这当然是一种豪迈 但这种豪迈的呢 就是有一点咄咄逼人 你看他与丰田的那个广告就不一样 丰田就是有路就有丰田车 他呢并没有说我丰田是世界第一 日本第一世界第二 人家并没有那样去说 他只是展现了 他在这样一个汽车领域的野心 有路就有丰田车 我是为人们服务的 我是为全世界服务的 他既体现了那样一种豪迈雄心 但是呢又没有去商级啊 竞争对手或者是挑选 过度的去挑选竞争对手 那海信这个就不一样 那么海信是不是真的那么牛气呢 也不是 在今年的前三个季度 全球的电视机销量当中 三星排第一 韩国LG排第二 中国的TCL排第三 海信排第四 小米排第五 所以说你从哪个角度来讲 也轮不着海信讲 中国第一世界第二 那么海信呢 他做这样一种世界杯广告呢 也无所谓 你只要给钱嘛 就可以做 但是呢这个呢 让中国的这个舆论呢 就带来一些争论 因为中国的广告法来讲 你不能够这样呢 你自己说你中国第一 所以海信被迫改这个广告词呢 它还不是什么国际竹联呢 或者是同行啊什么抗议 它是中国的监管机构 而认为你这个 你不能这样的 自己给自己命名为中国第一 那么海信改 人家改怎么改呢 在今天决赛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因为他这个广告每天显示内容不一样 它的编排呢 它是有调整的 那么今天在决赛当中 频繁出现的海信的广告呢 就变成了干就干好 真就真亡 哎 这个呢 又还是体现那样一种啊 舍我起谁 一篮中山小那样一种气感 就要听为什么 今天呢 对世界杯足球以外的事 做两个方面评论 其中要提到这个海信呢 它实际上海信的这样一种广告 它体现了当今中国的一种社会情绪 它体现了当今中国呢 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一种啊 集体情绪 这种集体情绪呢 就是要宣泄 要抹视世界 要抹视所有的对手 而且要标榜 中国第一 就这个不仅是海信的 是这样的 就整个你看中国的外交 中国的政治 都是充满这种 所谓习近平式的自信 就习近平的自信呢 它不是自己自信 它是来要刺激别人 它是要拔高自己 就吹捧自己 就是它的这种自信呢 还不是说 能够得到广泛尊重和承认的 那样一种成就 而是呢 要逼迫别人 来承认自己的夸大了的成就 是这种自信呢 LT认为是一种习近平式的自信 那么这种自信呢 它很难赢得对手的尊重 也更难赢得呢 消费者的尊重 所以这种过度的渲染呢 它是一种死得其反的效果 包括中国的外交部 都是这种做派 所以卡塔尔的腐败 跟中国的这种习近平式的自信的张扬 是本届世界杯呢 除了足球以外 LT呢 感觉比较深的两个方面 但不管怎么样 这届世界杯呢 从足球因素上来讲 它是一届呢 非常成功 非常完美的世界杯 也非常为阿根廷 能够夺得这届世界杯呢 感到由衷的高兴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 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是巴伦周刊 今天呢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报道 那么有的网友呢 总说LT能不能把 每天分享的新闻的链接啊 或者照片呢 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实际上这个是很难的 因为每天与大家分享的 主要内容呢 大部分来自收费的一些网站 那么收费这些网站 给你链接你也打不开 那么如果用图片来传播的话 还设限了一些侵权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 关注财经的网友 听听LT的这个分享 是超值的呢 因为这个 它确实是 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才能够读到的这些文章 那么巴伦周刊 这篇报道的标题是 科技股度过了艰难的一年 而投资者认为 这些因素 使其明年的走势 也不乐观 因为到了岁末年初 这些大牌的财经媒体 和大的投行 就开始不厌其烦的 为投资者的 明年的投资指明方向 那么在这些指明方向当中呢 大家既要认真的看 也不一定太认真看 你反正是 吸收对你有用的一些信息 巴伦周刊呢 这篇文章的意义在哪呢 它是比较少的来做 这样一种 明年的股市的展望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它 对明年科技股 这个板块的展望 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它的分析方法 你比如现在让你来判断一下 中国的科技股 明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发展形式呢 你可能无从谈起 这篇文章呢 它就能够告诉你 怎么来研究这类问题 巴伦周刊 它首先回顾 2022年对于科技板块来讲 是非常糟糕 非常可怕的一年 那么在美国市场来看 纳斯达克指数今年 已经下跌了32% 这是自2008年 下跌40%以来 科技股表现最差的一年 那么一些著名的 大的科技公司股价下跌更多 它们下跌50%到90%都有 那么IPO的市场也是一样 2022年新股发行的收益 下降了97% 加密货币呢 这个有一定科技色彩的 也是智力破碎 云计算增长也在减速 个人电脑市场也已经脱节 所以今年呢 这个科技股 甚至全球的科技股 都是哀鸿偏鸣 那么明年形势会怎么样呢 按巴伦周刊这篇文章 他们认为明年也好不到哪去 那么为什么 他们认为明年好不到哪去呢 它首先第一是利率问题 因为美联储已经把基准利率呢 抬得很高了 已经到了4.5了 而且明年内呢 他们要把它抬高到5以上 那么科技股呢 它是靠资金泡沫来支撑的 如果你资金市场变得紧张了 那么受影响最大的还是科技股 就今年科技股为什么这么倒霉呢 就是因为美联储加息 那么明年它继续加息 再加上今年已经累积的 这种高基准利率 所以说只要不减息 对科技行业 它就是一种严厉的打击 所以RTN他这个分析还是比较靠谱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明年科技股仍然好不了 这是利率问题 第二他认为明年科技股好不了的理由呢 说明年可能会出现经济衰退 那么第二个理由 与第一个理由也有关 因为美国人把可能出现的经济衰退呢 它归罪于美联储的加息 就加息把本来增长挺好的美国经济呢 它要给弄得衰退 但是不管是美联储的原因 还是其他方面原因 就是大概率会出现衰退这种情况 市场普遍是在接受这样一种预期的 那么如果宏观经济出现衰退 你无论是科技板块或者其他板块 你必然会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 就他们认为就明年好不了 科技板块好不了 就第二个原因是经济的衰退 那么第三个观点呢 它也很有意思 那么明年衰退是不是毫无希望呢 也不是 就这篇文章 他认为明年这个可能出现的衰退呢 它不是一次历史上经典的大衰退 它只可能是一种技术性的衰退 那么这种衰退的时间会更短 那么对经济影响的程度也会更浅 所以说这篇文章 他认为到明年夏天 就是到明年9月份呢 8月份到9月份 形势呢 可能就会变得明朗 也就是说在明年夏天之前 科技股呢 还仍然会处于一种啊 阴雨绵绵的状况 那么过了明年夏天 也许呢 利空出尽 可能就会迎来一种变天 那么他第四个观点呢 也很有意思 他第四个观点 他认为除了美国的科技股 这个市场明年不太看好以外 有没有值得关注的 其他国家的这些市场呢 这篇文章他就点名中国 他说他为什么看好中国的科技股呢 他说因为一方面美国在收紧货币政策 另外一方面呢 明年呢 中国为了经济增长 他要刺激经济 要用宽松的财政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 来刺激中国的宏观经济 那么这个一紧一松 那么巴林周刊认为 明年中国的科技股啊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机会 大家回头再看 你看巴林周刊这篇文章 对于一个非常枯燥的命题 就明年的科技股会怎么样 他做了一个 这四个方面 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推理 那么他的这些观点 不一定绝对的正确 但是呢 可以给我们的学习 或者是了解市场的这些网友啊 你可以从中学到一些分析的方法 第三条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 这两天 中国的媒体和台湾媒体 都在热议一件事 就郭台铭撤回了 对紫光集团的投资 那么这个新闻 之所以引起各方面的这个议论 它主要还是有一些 不透明的一些细节呢 引起人们的一些猜测 今天路透社报道中称 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 富士康周五表示 其在中国大陆的子公司 已同意出售 深陷困境的芯片企业 紫光集团的全部股权 富士康是苹果的主要供应商 和iPhone的制造商 他今年7月披露 他是紫光集团的股东 知情人士此前告诉路透社 富士康进行投资前 没有寻求中华民国政府的批准 有关部门认为 他违反了两岸关系的一些法律 就是台湾的法律 那么富士康怎么解释 他退出紫光集团投资呢 富士康周六 他发给了台交所的一份声明 声明中说 由于起在中国大陆上市的子公司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 有限公司 控股99%的新微基金 已经同意至少53.8亿元人民币的价格 出售起所持股份 出售给了一家名为烟台海秀的中国大陆公司 那么在周六的声明当中 富士康称 随着年底临近 最初的投资 认为最终确定 声明中提到 因时序 以借年底 且程序上尚无法定案 为了避免此案 延荡而可能产生诸多不确定性 或影响后续投资布局 与资金运用弹性 因此决定 处分紫光股份 转让完成后 新微基金将不再间接持有紫光集团的任何股份 那么我们可以从路透社这个报道里面 对这个新闻事件的本质 可以得到更清晰的理解 就第一 郭泰民为什么兴致勃勃的 要去接盘紫光集团呢 因为紫光集团是中共的国家队 那么在中共发现紫光集团高层的集体腐败 贪污了中国的这个大链芯片的这个国家资金 逮捕了紫光集团的高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郭泰民去救市 去入股 他显然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商业投资 他当然有响应中共的号召 或者参与中共的芯片计划的一些很诡异的角色 这是这个新闻的前提 他本质性的前提之一 那么第二 郭泰民这么积极的去参与中国国家队 参与中共的大链芯片 这样一个战略行动 他显然违反了台湾的有关法律 因为台湾对于台湾的企业 在中国大陆投资 他是需要经过一定的审核的 那么郭泰民在投资这个紫光集团 这个问题上显然是先斩后奏 他并没有取得台湾的一些政府管制机构的批准 他就提前进入了这种投资 那么提前投资按照台湾有关法律 他必须要申报 必须要得到审批 那么也正如福斯康的声明一样 台湾官方一直没有批准这项投资 而且也很难批准这项投资 所以说这个是郭泰民放弃 在紫光集团投资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绕不过去 这是这个新闻给我们的第二个事实 就第三个事实 也有台湾媒体分析 郭泰民这次从紫光集团退出来 也与美国连续的制裁中国芯片公司 半导体公司有关 因为美国遏制中共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 这个是态度非常坚决的 那么你郭泰民加入了中国的国家队 下一步难免也会被美国制裁 那么由于芯片与中共加入了中共的战略计划 未来福斯康被制裁的话 它不仅影响福斯康的芯片 它也会影响了福斯康目前为苹果的代工 所以说郭泰民放弃在紫光集团的这样一个投资 除了台湾政府不批准之外 郭泰民他也在掂量美国政府 未来对福斯康的态度 所以这个新闻在台湾炒了两三天 它实际上是让台湾社会 在进一步体会狡诈的郭泰民 郭泰民现在与2020年那个时候还不一样了 他在台湾政坛的影响力发言权更大了 那么对于2024台湾政坛的一些走势 郭泰民正在发挥呢 他比以前更积极的这些作用 那么紫光事件进一步提示台湾 提示台湾社会 确实不能够忽略郭泰民的政治底色 他与中共就是有说不清的关系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这个重要新闻是 今天法新社对北京的疫情呢 他做了一个报道就法新社在报道中称 中国北京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表示 随着新冠感染病例的急增 他们已经不堪重负了 在三年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与上周结束之后 新冠病毒正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 卫生部门现在承认 无法追踪疫情爆发的真正规模 那么春节期间会出现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 由于长期的动态清零政策限制了国内人员流动 那么这一次会出现三年以来被亚裔的需求 总爆发 中国官方媒体和卫生专家淡化了奥米克戎的严重性 专家钟南山最近表示 新冠肺炎应该被称为新冠感冒 但数以百万计的未接种疫苗的老人仍然很脆弱 而且商店里的抗原测试和退烧药普遍短缺 法新社联系了两家北京殡仪馆 尽管官方数据显示 自12月4日以来没有新的死亡病例 但他们每天24小时运作 并不能够保证当天火化的要求 一位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法新社 我们正忙得不可开交 我们60名员工中有10人已经养了 但我们别无选择 最近太忙了 另一家北京殡仪馆告诉法新社 有一个长达一周的等候名单 就你现在火化 你得排队 得排一个礼拜 那么法新社他还提到 这个很像最早爆发疫情的武汉 当时的情况 也是大量的新增的需要火化的遗体 导致了火葬厂的瘫痪 那么这个新闻也只能够在这个时间点 这种外国媒体来报道 中国方面的媒体 他不会报道这些事 而且事后他也不会承认 目前出现的这些窘向 就像当年武汉一样的 事后官方不仅不承认 大量的死亡 而且在疫情稍微结束的时候 就要逼迫当地的老百姓 要举行感恩党 感恩习近平运动 所以北京的目前尽管是 火葬厂排队要排一个多礼拜 但是可以相信 要不了多久 等这个疫情高峰过去之后 北京朝阳大妈又会跳出来 要举行感恩党 感恩习近平的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很可悲的 这个你能想象到 这样一种荒唐滑稽的社会局面 那么在我们连续几天 关注中国令人窒息的疫情 就最近这些疫情发展的状况 确实有一种 让人窒息的这种感觉 像中国的一些大城市 它甚至让人感觉是 官方在有意的加速 普遍感染 全民感染 所以这种疫情就像 来了那样一种 暗无千日的龙卷风一样的 把所有的人都卷进去了 但是人们无能为力 在这样一种风暴当中 疫情海啸当中 无能为力 人们都在自保自救 那么这两天呢 中国的这个社交舆论呢 也在关注一些 疫情以外的一些热点问题 这个也很有意思 这个可能也是 为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 疫情海啸 疫情风暴的 可能给人们呢 也带来一些 精神上的一些缓解 所以我们来分享啊 最近两天呢 在中国受到广泛议论的 两个八卦 也挺有意思的 如果讨论八卦 能够缓解 人们的思想压力 能够缓解人们的焦虑的话 我们分享一些八卦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 那么第一个八卦呢 是就这两天 中国的社交网络 在广泛流传 成都 成华区 两位副区长之间的 不雅聊天 那么这个事件呢 你去了解它的内容呢 还是挺有意思的 网络上呢 也很容易搜索到 他们聊天的 对话的一些内容 那么对这个八卦事件呢 LT简单做 五个方面的分享 首先第一呢 是这个事件的 主角的身份 很有意思 一个是 四川成华区的 防疫总指挥 一个是四川成华区的 防疫指挥长 总指挥跟指挥长之间 在疫情最严重的期间 他们南华女爱的 这样一种 露骨的对话 成为全网议论的焦点 这体现了 这个中共十八大以来 党内的开放 活跃活泼 这个尺度还是很大的 它几乎 很难让你联想到 出轨啊 或者婚爱情的 你不会想到那些的 因为呢 他们的对话 就是赤裸裸的色情对话 没有谈半点感情 直奔主题 这种呢 还是非常罕见的 就是党内的干部啊 这个活跃的 这种开放的 这种程度 这个还是个 很有意思的现象啊 这说明习总习啊 自党有方 第二个方面 与网友分享的 就是这段对话啊 他反映出来 就双方呢 身份还是比较特殊的 他并不是 两个副区长之间的偷情 没那么简单 因为从官方媒体 公布的信息来看 这个男主角雷鸣 他是城华区的常务副区长 但是呢 他又不同于一般的常务副区长 他的经历呢 绝大部分时间呢 是一直在成都市委组织部 所以这种人呢 到区里面去当这个常务副区长 他的能量 他的影响力远远大过一般的 所谓的常务副区 因为他这属于典型的 上面派下来 上面有人 他可以直接通天的人 所以说另外一名副区长 能够主动挑逗 能够主动的这个 与这个常务副区长雷鸣 发展这样一种关系呢 他这个 他并不是两个简单的评级 党员干部之间的 改革开放的问题 所以今天中共 成都市委也在第一时间 下架了这个男方啊 这个雷鸣的这个个人简历 那么女方啊 世主啊 这个成熟 他的简历还没有拿下 但是相信很快也会被拿下的 但是先拿下这个雷鸣 LT认为呢 就是中共官方 他对雷鸣的个人经历 个人身份 他们非常敏感 他们很怕 他们不愿意 让更多的人来议论 雷鸣呢 是中共成都市委组织部的 长期的官员 这可不得了 其实这种人呢 在中国官场里面 你不要看他的职位 他职位再小 他的区位书记 对他都要近三分 所以这是 为什么今天第一时间 官方先下架 这个雷鸣的这个简历 个人简历 就是因为 他这个背景 太特殊 太特殊 他会影响 中共的这样一个形象 至于那个女副局长嘛 他们认为 还一点处理 不碍事 那么第三个 与网友分享 就这个八卦 他们这么露骨 这么私密的这个对话 是谁曝光的 谁破这个案子 那么中国的网民们 也很聪明 经过简单的考证 业余福尔摩斯们 一碰头就破案了 目前网络上公布的 他们的对话信息呢 是手机的截屏 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 是谁的手机的截屏呢 是女方手机的截屏 就并不是男方手机的截屏 也就是说流露出这个信息 是女方流露的 那么第三 手机截屏的信息呢 所有的时间节点 都是半夜两点 那么中国的业余福尔摩斯们 就断案了 这一定是女方的丈夫 或者是什么人 半夜趁女方睡着 把手机打开 截屏的 然后呢 在人无可忍之下 把这些对话 全部网上公开了 那么这种推论呢 LT用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女方的手机半夜截屏 那么能够半夜拿到女方手机的 你说女方的丈夫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第四个方面呢 就是这种八卦呀 一般都会 网络上会传一段时间 然后官方在调查 那么从今天 南方的简历下架来看呢 反映了成都集围呢 是第一时间 已经启动了 这起绯闻案的这个调查 所以官方他已经进入了 办案的程序阶段了 这是第四个方面 我们从八卦得到的信息 第五个方面呢 LT认为呢 这个你也能够想象出来 一种非常滑稽的场面 因为防疫的总指挥与指挥长 在防疫最紧张的时刻 南华女爱 他对习近平的防疫 所谓的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什么至上呢 南华女爱至上 这个呢 可能还是有点是人间烟火 这个可能还是一种 中共党员干部的一种真实的反应 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影响的防疫 没有伤害的其他人 这个也不是个什么大事 也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 但是呢 就像中国的业余福尔摩斯 网民们反映 女方的丈夫如果路不可赫的话 那么这个事可能就影响了别人了 就是说没有处理好啊 隔壁左 因为我没有处理好这个家庭的这个 所以这个事他们还是办杂了 但不管怎么样 这个八卦呢 在当前呢 中国人在经历痛苦的疫情当中呢 可能会缓解一点 这样一种紧张 第二条八卦呢 是一个政治八卦 就昨天河南省郑重启示的 做了一个政治辟谣 这个在中国非常罕见的 什么政治辟谣呢 它起因于12月7号下午2点 山东的大卢网 它发布了一个信息 说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 被任命为河南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 那么这个新闻呢 山东的媒体先发 然后呢 河南的半官方的一些媒体呢 也迅速转发 比如说郑东身边事 郑州身边事 非常郑州 这些呢 都进行了一些转发 那么随后 郑州官方 他们就做了通报 他们说这是个假新闻 而且呢 郑州市公安局 通过调查 也要求山东大卢网 删出这个信息 而且呢 也勒令河南郑州的 这些媒体转发的 也全部得删出 那么对这么一个新闻事件 LT呢 想做四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这是一个非常诡异 非常反常的政治事件 或者叫政治八卦事件 为什么呢 中共召开二十大之后 它会进行大规模的人事上的调整 那么目前的重点呢 在省部级的政治 这个领域在大规模调整 目前远远没有到位 那么省部级的政治调整到位之后呢 就会到副省级 副部级的这些岗位的调整 那么按中共的历来的人事工作的规律来讲呢 他们常常会用这样一种放风 来对舆论进行试探 我用这个人看看怎么样 先放风 放风呢 大家普遍能接收 他啪 就推成现实 如果议论很大 他就假装没有这个事 你们谣言的铺攻自破 那么中共呢 他从来没有对人事上的这些八卦 人事上的这样一些留言的进行正式辟谣 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例子 在中国二十大之前 一段时间 突然舆论热传 丁薛祥接替上海市委书记 而且呢 上海当地的一些媒体甚至报道 丁薛祥考察了某些区 那么大家都了解这样一些传闻 大家观察一下丁薛祥的这个政治八卦新闻 中共辟谣了没有 没有辟谣 上海没有辟谣 中主部没有辟谣 那么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你包括胡海峰之前有关的他的政治八卦 说胡海峰要到大连去当市委书记 任辽宁省委常委 那件事辽宁辟谣了没有呢 没有辟谣 中主部辟谣没有呢 没有辟谣 就不了了之了 所以说中共的人事八卦 是中共的政治舆论新闻呢 它经久不衰的一个话题 而且中共官方往往是这些政治八卦的发源地 他们故意制造这样一些政治八卦 你包括谁当国家副主席 到今天 大家还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政治八卦 有些人为了强调自己政治八卦的准确性 他煞有介事地讲 这个消息来自于权威机构 中主部或者是某某大领导 所以对胡海峰到郑州任市委书记 这样一个政治传言 政治八卦 中共方面呢 大动干戈的辟谣 这个是绝对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件 那么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呢 是中共的副部级的官员 就胡海峰现在是浙江沥水的市委书记 是一个政厅级官员 那么他如果担任河南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 他就进入了副部级的官员 那么副部级的官员的任命 是需要中共政治局批准 中共中央组织部来进行任免的 那么肯定这个人事议案 与否定这个人事议案的话 那只有中主部有这个权利来辟谣 也轮不到你郑州市委来辟谣 更轮不上郑州公安局来辟谣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基本的政治常识 那么第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的是 既然郑州市委郑州公安局 来介入胡海峰的人事八卦问题的辟谣 那么显然就出格了 他们没有这个资格的 而且呢 对于他们未来的领导的这样一个职位 他们更不敢去插手 那么这次郑州市委郑州公安 来介入这个所谓的辟谣 显然是得到上面的授意 而且这个上面 他不仅仅是河南省委 他一定是有超越河南省委的势力 要求他们辟谣 那就显然是北京要求河南进行的辟谣 那北京谁会让河南辟谣呢 那至少是中主部 所以说这个就出现了非常罕见的 中共的核心系统 来对人事八卦传闻进行辟谣 所以郑州辟谣背后呢 你能够感受到是来自北京的旨意 这是第三个分享 第四 中共的政治谣言 政治八卦新闻满天飞 为什么单独对胡海峰的政治八卦新闻 要进行辟谣呢 它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呢 而我体感觉最直接的效果 是胡海峰 以及胡锦涛又被侮辱一次 又被羞辱一次 那么为什么说 对胡海峰的这种政治八卦消息的辟谣 是羞辱胡锦涛与胡海峰呢 那么第一个理由是 陈云呢 曾经在中共党内定了一个规矩 叫一家一个富部级 也就是说 陈云认为这些有开国功劳的 或者是所谓民间认为的这些造假 每一家的子女呢 会安排一个富部级 保证江山是红色的 习近平 薄熙来 他们能够很快当上富部级 就是按陈云这个政策来落实的 那么尽管胡锦涛混到了中共党魁的地位 但是胡锦涛不被中国共产党认为是开国元勋 不认为是赵家人 所以说胡锦涛的子女不能够享受一家一个富部级 所以中共对其他政治谣言放任 让他不攻自破 那么对于胡锦涛的儿子这个 要提拔这个新闻呢 公开来辟调 公开干预 他就是对胡锦涛的一种羞辱 你要弄清自己的身份 还轮不上你们家必须得有个富部级 什么时候提拔 还要等习主席的心情 所以这是一个对胡锦涛的羞辱 第二呢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本来在捞钱的 在下海的清华紫光捞钱的 那么胡锦涛在他交班之前 退休之前 他对他的子女做了政治安排 他在2010年的4月 就专门为他的儿子设定了一个上岸的一个政治职务 叫清华长江研究院 那么这个清华长江研究院 新编的浙江清华长江研究院 他给他明确为正厅级 也就是2010年 胡锦涛把他儿子从下海的状况 捞钱的状况 上岸当官员 就给他设了这么一个阴人设岗 设了一个正厅级的位置 那么到今年呢 已经超过12年了 那么在12年正厅级没有得到提拔 这在中共的官员体系内也是比较少见的 何况胡海峰是属于一种年轻的 有资历的厅级官员 所以你当了12年正厅 不提就是不提 所以这个也是第二个方面体现 对胡锦涛的这种羞辱 你想这种政治安排啊 事与愿违 因为中共的厅级官员的变动呢 平均是超过不超过4年就会有异动 你除非是被中共判了死刑 政治上没有前途 只要是中共他认为你政治上有前途的 他不会超过4年 他就会来调整你的这样一种职务 但是显然小胡没有这个待遇 第三呢 就这个政治八卦的这种处置呢 他也体现了中共党内 现在比较时髦的一个观点 就是胡锦涛的软肋 被习近平抓住了 胡海峰就是胡锦涛的软肋 那么在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 胡锦涛被习近平拖出去 这个显然是对他的羞辱 那么这一次又公开辟谣 我没提拔 你们都说提拔 你可以不理这个事 但是你习近平就要说我没提拔 那么再次来羞辱的话 他实际上还是在强调 我捏住了你的软肋 所以在习近平看来 人人都有软肋 胡锦涛也不例外 也有软肋 而且软肋呢 还被习近平捏住了 所以这个政治八卦新闻背后体现的呢 还是一种习近平呢 他还是在对他终身制的政治生态 在做进一步的清理 他在进一步的强化 定于一尊 那么随着江泽民的去世 他剩下的对他的这种定于一尊的政治生态 有影响的 他就是要进一步的清除胡锦涛的政治影响 所以说对于胡海峰的这种政治八卦新闻的反常的辟谣 反常的处置方式 他本质上体现了习近平对胡锦涛的再次警告 通过对软肋的封杀再次羞辱胡锦涛 以上就是今天与网友们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